你哈嘍 像我父母他年紀比較大 他就很喜歡拿紙本的 像我老婆昨天就很高興的跟我說 老公我發現綁信用卡效果最好 那至於像我 我就沒有得選擇 我只能乖乖的把我的消費線交給我老婆 所以我昨天就被他綁定了 我已經乖乖的繳出去了 我们商圈最大的特色就是 拥有历史上397年的安平古堡 在我们商圈的正中心点 所以来安平商圈逛 不但有吃有玩 其实在吃完之余呢 你还有历史还有文化可以去探索 是我们商圈最大的特色 我觉得说其实对这一次的振兴圈来讲 我觉得它实际上能够带来效益 一定不止三倍 原本政府就给到三倍 那我们店家在加码之后 有可能会是四倍或五倍 尤其是在这种 不是从自己口袋拿钱出来的那种感觉 更可以去刺激这些消费 大部分的店家都抱持了非常开心 非常兴奋的心情 要等待着这正经券的来临 比如说我200块的面额 可能让你可以去小吃摊三选一 然后呢你还可以去喝个饮料 五选一 那伴手里可能三选一 然后这样子搭配起来 整套的组合就是200 那如果说你来安平想要做更深度的旅游 你想要希望有导览员 带你去解说这些文化历史 然后还有DIY 然后还有我刚刚讲的这些餐饮类的 这些享受 那我们就把它包在500块的旅游圈里面 再加上我们商圈本来就有的古堡节啊 Costplay这些 所以我们整个安平呢 其实在这个暑假呢 是热闹滚滚的 所以非常欢迎大家来台南玩 来一趟资讯之旅 我们家是卖虾饼的 然后我们算第二代 我们就是标榜了 全安平口味最多 总共有开发到十五种口味 我们都有观察到一件事情 客人他们会出来会逛 但是购买意愿并没有那么高 但是呢 多了这个振兴券之后 诶不一样了哦 为什么 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一笔多出来的 他们会很敢花 而且我们店家提供优惠 让他们更愿意更舍得花 像我们大盒七百块的礼盒 我们只要下杀只要五百块钱 尽量回馈给你Service 甚至然后试吃 免费试吃 让吃到满意再买 我们卖的是一个古早味的手工包子 三倍券来我们这边的话 我们就是增加十八的购物金 给他购买这样子 我对三倍券的期待是说 大家能永远的消费 用报复性来报复我们这样子 我们欢迎他来报复我 蒙甲夜市最大特色就是说 保有传统以来的夜市的一个形态 这种种的台湾小吃都集合在旺盒的 那当然我们蒙甲夜市为了要去迎接这一个振兴建的吸引他们来使用 我们也推出了一个套餐 而且套餐不是只有一样东西 你可以这一摊买DVGate 那一摊买仙草冰 那一摊买胡椒虾 那一摊买芽巴煎 那这样集合起来 我们把它算起来 你只要花位200块 那我们又多送你30块 我在这里卖20年了 我都卖那个棋鱼 东港棋鱼鱼链 现场现做的 我们这条街的 大家都是同一条心的 都很谈解 来我们这里我们都会打九折 东港夜市的优惠 对对对 不管你买什么都可以 买衣服买吃的通通都打九折 我们是卖鸡蛋仔的 大概两年半了 因为我们是在龙山寺旁边嘛 所以就是想说可以设计一个 就是比较文创的一点的套餐 然后可以吸引消费者 因为像我们除了来我们猛甲夜市 有九折的优惠 你如果绑定电子支付的话 每个平台好像有都不同的折扣 那我听说好像信用卡绑定的话 也会有各家不同的优惠 这样子三个优惠加起来 来夜市消费就只能变超划算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来猛甲夜市消费哦 尤其是我们这边 借由政府有这一次的一个振兴券 对我们行动支付业者来讲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正面的 台湾在推这个台湾配的一个银行 金融机构 大概有23家这一次配合振兴券 然后都有额外的一个加码 以我们华南银行 有大概有2000万的一个优惠加码 都是使用华南银行的这个行动支付 台湾配来使用这个振兴券的话 我们给它最优惠 就是前面前一万名 最高可以给它900 举个例子 环球购物中心 给了20% 又是消费3000 是不是又加了600 我这里900 那就多少呢 1500 所以说相当于都不用花钱 还有典领的一个观念 然后整体23家银行 在使用这个台湾配的部分 加码优惠的金额 我想至少两三亿吧 我们看的是未来的一个影响 让它使用行动支付的一个习惯性之后 会持续去使用 这个活动之后 我们觉得这个影响才是比较大的 甚至数倍几十倍的一个效益出来 所以我们是很看好